即烤箱、蒸香、空气炸锅、微波炉功能的一体机 咱们拆解看看内部构造 先看一下外观 显示触摸面板 所有功能的选择 左上温度设置 右上时间设置 下面是水箱 左侧净水箱 右侧小废水箱 内板为不锈钢材质 底部为微镜面板 右侧勒衣地照明灯 左侧两组蒸汽直喷孔 背部热风循环扇 左上角感温探头 顶部金属加热管 接下来拆下外壳 顶部金属加热管 箱体过温保护开关 两枚门连锁监控开关 还有一组勒衣地照明灯 左面蒸汽发生器 负责将水分加热 产生蒸汽 给食物保湿 上面两组锅温保护开关 这东西相当于一个小锅炉 然后是水气分离盒 使水气分离 提高蒸汽的热效率 接着拆背部 首先是两组锅温保护开关 直接控制总电源输入 然后是背部电加热管 和一颗兆急 异部电动机 背部风扇搭配烤管 让食物受热更均匀 接着拆底部 左面首先是电源输入的安硅 绿波板 上面有保险 安硅电容 供门电感 往下电源控制板 上面很多的积电器 中间 东芝的磁控管 也就是微波发生器 左侧 微波发生器的散热风扇 发生器通过内部的磁控管 将电能转化成2450MHz 频率震荡的微波 穿透食物 使分子摩擦产生热量 从而加热食物 下面 永磁同步电机 负责微波搅拌 通过电机搅拌呢 可以让微波 在墙内更均匀 再往下 放水的电磁阀 以及抽水泵 最后右面 给磁控管 供电的变频板 负责整流变频 往下 变频板散热风扇 离心式直流风机 最后可以看到 底部的添加热管 所有结构看完 拆出来这么多配件 确实厉害